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新疆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 孕育了独特的草原生物区域和植被类型 草地种类十分丰富 古往今来生活在这里的诸多民族 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草原文化 像穆卡姆艺术 还有萨玛马尔武 东布拉 黑走马等等 数不胜数 今天我们的新疆的草原之情 首先从巴音布鲁克草原开始 去领略那里的自然和人文盛情 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天山山脉的中部 有一片世外桃源般的神秘区域 这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 这里的很多方面颠覆了人们对草原的一般印象 众所周知 草原大多位于低海拔的平原或丘陵地带 而巴音布鲁克草原 却出现在海拔超过两千米的茫茫雪山之中 由于海拔高 这里的气温很低 即使在炎炎夏日 也会寒气袭人 六七月里下雪 是经常的事 地理中国考察组从乌鲁木齐出发 一路西行去探访天山腹地的这片大草原 随着海拔的逐渐增高 记者发现 四周的景象也在不断地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鞭草原赫然展现在了考察队的眼前 虽然此时正值中午时分 但考察队员却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不得不穿上了厚厚的棉服 专家说这里之所以气温很低 是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属于极为罕见的高海拔草原 此时考察队员的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 在这么高而寒冷的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美丽的草原呢 这里的牧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考察队员却感到的牧民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队员们发现这里的马非常高大 健壮无比 考察队碰巧遇到了蒙古族牧民 虎比斯利提一家 虎比斯利提正在练习骑马 性格开朗的虎比斯利提决定 为我们展示一下 虎比斯利提策马奔腾的矫健身姿 让考察队员深深感受到了草原牧民的豪放和强悍 当地牧民说 巴音布鲁克本地马强健有力 善于奔跑 是牧民们的骄傲 不过和马比起来 这里的羊更为独特 身体都是白色 但头部大多是深黑色 牧民说 这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独有的黑头羊 这种羊和一般的羊相比 更为高大健壮 我们去我的ност literally comprehension 我试一下 您抓住他的脚 我先给你抓住 往前做一点 对 再往前一点 然后抓住脚 抓住脚 有雙子 力大無比的黑頭羊 讓考察隊員感到非常好奇 巴音布魯克草原 究竟有什麼神奇之處 讓這裡的羊群和馬匹 如此與眾不同呢 考察隊來到了地勢更高的區域 大家看到周圍的雪山上 有很多巨大的冰川 這裡是天山的腹地 看到冰川並不奇怪 但是冰山包圍之中 為什麼會出現草原呢 通過仔細觀察周圍的地形 專家李毅祖找到了線索 他發現 在雪山上 有許多冰川作用形成的U形谷 那就是冰川過去隔石形成的 專家解釋說 天山隆起後 其中部發生了大規模的斷線 之後 冰川把盆地中的山峰 移為了平地 而當冰川融化後 洪水和降雨 又把山上大量的土壤沖下來 形成了盆地中的沉積層 後來沉積層上又長出了木草 從而造就了群山之中 廣闊的巴音布魯克草原 碧綠的草原 就像無銀的地毯 潔淨如洗 木草的長勢異常肥美和茂盛 而且草的品種非常單一 這在其他草原中極為罕見 當地牧民說 這裡生長的牧草 是巴音布魯克草原獨有的 由於異常唯美 所以牧民給它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 叫蘇油草 為什麼叫蘇油草呢 蘇油草原獨有的 營養特別豐富 營養特別豐富 專家說 了解這裡的氣流特點 是解開操場 為何能在高寒環境中生長的關鍵 原來在天山區域 主要受三種氣流的影響 來自大西洋的暖濕氣流 為這裡帶來了濕潤的氣候 夏季 東南季風氣流 又使這片區域的氣溫快速升高 而到了秋冬季節 北方的寒流又會侵襲這裡 因而在天山區域 四季溫差很大 並不適合牧草生長 那麼巴音布魯克草原 為何水草肥美呢 巴音布魯克草原 而且溫差變化不大 這樣的環境 恰巧是以蘇油草的生長 專家觀察了腳下的牧草後說 由於這裡氣溫低而且穩定 所以牧草生長期長長得緩慢 草扎根很深 因而草中也含有更多的養分 牲畜長期食用這種富含營養的蘇油草 所以才變得異常高大和強壯 巴音布魯克肥美的牧草 不僅讓這裡的牛羊異常見狀 也成為牧民們幸福的家園 古時候啊 草原上的由牧民族主水而聚 隨著季節轉換草場 不同的地域 氣候和水土有差異 生長的牲畜體型大小也各不相同 剛才呢巴音布魯克草原上的羊啊 大部分頭是黑色的 身上的是白色的 而且呢體型健碩 甚至牧民可以像騎馬一樣 騎在羊的身上奔跑 而在新疆浮海地區的草原上 有另一種羊 這種羊呢尾巴很大 據說呢這種大尾羊每年都要從 准個阿爾盆地到阿爾泰山 做一次長途的旅遊 差不多要走八百多千米 那麼 浮海這片草原之上 除了大北洋 還有什麼樣的風景呢 浮海縣 位於新疆北部 阿勒泰地區中部 天然草場三千五百多萬畝 水域面積一千多平方千米 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野驢 塞加領羊 雪豹 河里等十多種 每年春天 溫暖的風和羊群的嘶叫聲 喚醒了準嘎爾盆地 古爾班通過特沙漠的冬窩子 也激活了積蓄易東的激情和力量 哈薩克族牧民趕著百萬牛羊 浩浩蕩蕩開始了逐水草而居的轉場千禧 到了五月 阿爾泰山夏季牧場上 成群的牛羊安靜地 埋頭啃食著嫩草 這是水草最豐美的季節 而當天氣轉涼 將開啟新的跋涉 這裡的牧民周而復始 竹水草隨季節千禧 地理中國考察組到達浮海一處草場 巧於牧民加馬阿提 缺利德克一家人 他們正在收拾行裝 準備將五百多隻大尾羊 轉往春秋牧場 每到轉場 蓄木站的工作人員 都要對全縣上百個 大尾羊核心種群 進行篩查和鑑定 要對他們的照片 看著這麼多的羊被搭上標記 加馬阿提的心裡 除了無比欣慰之外 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羊群中的病入自然淘汰 而常年的攀爬跳跃 使大胃羊能够充分运动 肉质更加鲜嫩美味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羊将粗糙的植物纤维转化为人类所需的动物脂肪和蛋白 这是草场对牧民的回馈 为了保护草场 哈萨克族牧民们会在羊群啃饰草根之前转往下一个牧场 这样的转场法则 一代代哈萨克族人从未改变 草原之中的千里木道 不仅为物中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保障 也对游牧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着重要的作用 福海的牧民过去因为经常转场和搬家 简便一行的毡房或撕便应运而生 这个毡房的骨架是红柳木做的 外围的这个墙篱是用鸡鸡草编的 这些菱形的围墙用的是细红柳 而连接的材料是牛皮绳 可以说所有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粘房或撕虽然用材简单 但是处处体现着牧民的生活情趣 每个细节都巧用心思 尤其是花毡更是独具匠心 很多哈萨克族牧民说 看到花毡就看到了家 正如哈萨克族民歌所唱的 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族人 世上搬家最多的也是哈萨克族人 不管谁家搭建毡房 左邻右舍的牧民 都会赶来帮忙 大家先用竹条或木条 搭起墙壁和穹顶的骨架 然后围上粘墙 众人齐心协力 两个多小时之后 一座粘房就搭建好了 一座完整的哈萨克族粘房 一定要有花毡 两千多年来 花毡的传统制作流程一直没变 当地牧民告诉我们 首先将羊毛洗净晒干后 再用木棍弹松软 然后撒上热水擀成毛毡 这个过程叫做洗粘或杆粘 这些都有男人承担 但在毛毡上 绣出各种花色的纹饰 就靠女人的手艺了 向导带领我们 见到了热伊哈托护达尔 他从九岁开始 跟随父母学习制作花毡的记忆 热伊哈告诉考察队员 制作花毡之前 要先用羊毛或驼毛 碾成线 再把各种颜色的毛毡 剪出图案 缝制在毡子上 花毡的图案选择 并没有一定之规 动物 植物和自然风景 都可以作为花式 这展示了哈萨克族人 对大自然的崇敬 人与万物和谐相处 早已根植于哈萨克族牧民的心 热伊哈曾经亲自设计 制作出一条 长达六十米的巨型花毡 作为国庆盛典的献礼 为了表现各民族建的大团结 他在花毡上 绣出了五十六朵雪莲花 然后我感恩公子 然后我和谈起梦 然后我对国庆盛典的 我才和谈成为 Football 柬埔的毡房里装饰精美的花针 就像哈萨克族人的内心 既有对游牧生涯的记忆 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千百年来 牧民在千禧游牧的过程当中 不仅利用红柳 积极草和木条 这些大自然馈赠的材料搭建便捷的毡房 而且它们还依据不同环境 逐渐改变和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 当生活在这里的先民 发现了湖泊中盛产鱼类之后 它们春夏秋三季依然外出转场放牧 而冬季则返回村庄以捕鱼为生 现如今这个延续千年的传统 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 普受欢迎的文化观光下 千秋万代 火火生火 火火生火 平后送行 火火 游客在欣赏东部美景的同时 也在分享他们收获的快乐 而渔民们 无论是民俗表演还是真正的东部 在收往后都会捡出没长大的小鱼 放归湖底 这是富海渔民一代代遵守的生活法则 也正是这种取之有节 用之有度的生存之道 使得这里不仅成为牧民繁衍生息的家乡 也是各种动植物的乐园 东部已经成为了林牧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用红红火火的传统比赛 如果姑娘被打动 两人就会并肩驰骋 相反 姑娘就会用马鞭 追逐这小伙子抽打 这就是哈萨克族的 相亲分俗 姑娘追 当春天积雪融化 地下的草根再次长出嫩芽 乌伦谷湖的小鱼长成大鱼 这是高山与湖泊的馈赠 也是每一个佛海人心中的期盼 壁湖倾我目 鸟语迎我耳 绿也敬我心 这是年轻的哈萨克族人 对乌伦谷湖变迁的由衷感触 游牧民族几千年来 有着保护植被和水源的习惯 如今 当地又在乌伦谷湖 创建了一个骨家湿地公园 保护大小孩子的湖泊湿地 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 而乌伦谷湖也用一年四季的丰收 贵赠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随着考察的进一步深入 考察队员发现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众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他们的勤劳智慧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丰富多彩 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文化风情 在新疆 广阔的草原 牛羊沐浴着阳光 连绵的雪山 那是大地的衣裳 圣洁的雪帘开在天山顶上 沙漠深处住着美丽的楼兰姑娘 到处充满了美丽的传说 和意外的惊喜 行走这里 让人流连忘返 回味悠长 明天我们将继续新疆之行 一起品味多姿多彩的草原风景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